南谋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十一 大家阿弥陀佛 看课本三百一十一页 讲到六度里面的慈戒 那么慈戒他讲到前面讲到 那么戒的观念 其实就是以不伤害众生为主 那么另外讲到 那慈戒有什么功德 那么不慈戒有什么过关 那么现在讲到慈戒要用什么心态来慈戒 就是这里讲的六度里面的 那么讲到这个斯罗波罗密 他说受慈禁戒者 如户于扶狼 不轻于悔患 慈犯聚不着 他说受慈这个禁戒 那额又悔患 不是环境的诱惑力太强 就是烦恼的冲动力太强 那就是说 我们对于外在周围的环境 那么控制不了 因为吸引力太强 那控制不了我们的心 就随着这个环境去造作恶业 那这有一点像 这个蜜蜂看到花 老鼠看到大鸣 那么有一种克制不了的冲动 那这个不管是环境还是自在 还是内在的繁忙 它基本上是互为影响的 云情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心境互为影响 禁戒影响心 然后心在这个禁戒产生 那么直取 那么或者心招感这个禁戒 那所以他说环境的诱惑力太强 不是环境的诱惑力 就是烦恼的冲动力 那么如果你内在没有烦恼 那么再大的诱惑 诱惑不了你 但是你内在有烦恼 但是这个环境没什么诱惑力 那么也不能引发你的烦恼 那么最显得意见的就是 天人其实也有烦恼 但是天上的环境很好 不太会让他诱发让他造作恶业的环境 比较没有 没有这样的环境 所以即使他有烦恼的根 但是也不会就是 不会比较有 不会造作恶业的那一种心 就是他有那种田 但是比较没有那种心 所以说最主要的就是 还是自己禁戒的力量太弱 假设你的心很强的话 那么你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 你都不会起烦恼 或是起了烦恼 你不会去造作恶业 你可以控制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个你能够控制你的情绪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要不能够控制你的情绪 就是你遇到这个禁 你就不由自主 那么自然而然的会有这样的烦恼现象 那你控制不住 它就会形成一种失控的现象 所以你先要能够控制自己 那么你要有方法调伏自己 那不然就是周遭的环境 那么必须有人能够帮助你 比如说你正在生气 想要打人的时候 你们的好朋友趕快出来劝你 叫你深呼吸 叫你冷静 那他讲的话有力量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避免 就是有人帮助你自己 控制你自己 那么就能够这样 那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 所以他讲到两个 一个就是环境 一个就是烦恼 其实就是心跟静 心跟静 那心静是互为缘取的 那主要是在心 那么身心也是 后面会讲到身跟心 他说 否则如城坊坚固的 就是城墙 那么非常坚固的 虽然拥有强大的敌人来侵袭 也能够坚持而不知陷落 敌人不管怎么强 怎么强大 但是你的城墙很坚定 他就是攻破不了 就是自己本身要健全 要具足 要有力量 所以护持禁戒 而持戒力增强 是重要的修行 那么这个必须要训练 持戒也是一种训练 那么一开始受戒 一开始你去受戒 比如说我去受五戒 那只是一开始而已 并不是你受了五戒 那么这个戒体就保护你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会误会 那么受戒就是表示 我开始要做训练 控制我的心 不让他向恶 就有点像比如说你要结婚 并不是两个人结婚 就开始过幸福美满的日子 不是的 就是两个人结婚是 两个人都有意愿 要朝幸福的日子前线 这必须要经营 就是你有这个心 要经营这个幸福 要创造幸福 那么持戒也是这样 持戒其实也是要经营的 就是因为你不持戒你就会痛苦 你持戒你就比较会幸福美满 那么它是要去努力的 不是说我今天去受了五戒 那么我就有戒体保护 我就有戒神保护 然后就保护我不遭恶业 不是这样子 戒不过就是你的誓愿 你的心 我在佛前发这个誓愿 我要做到这样 那你为什么要佛前发誓愿这样做 因为这个是慎重 我自己告诉我自己 在重要的场合面对重要的人 我发下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誓愿 气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就有力量 有力量的时候 你就在一个可能会造恶的情境下 你就会意念起来 那个心力就会提起来 那这样就达到所谓防非止恶的目的 那你要时时要常常意念 所以你受戒完之后 那像五戒是比较简单 那有一些戒比较长 都怕你忘记 初一十五你就要送戒 你就要背戒 那么才不会忘记 那么要时时提起你的这个试愿 那这样不断不断的 不断不断的修饰 就是修炼 那一阵子过后就变成自然 那么你那个心力就很强大了 你那个不管怎么样的环境 都不会让你忘记你的试愿 回背你的试愿 其实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他这里讲到 那么护持禁戒的 而使戒力增强 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修行 所以你必须要护持 护持你所受的戒 然后慢慢慢慢 你常常这样想 那个力量就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没有犯仲戒以前 那现在是告诉你 持戒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你要用什么心态来持戒力 没有犯仲戒的权 那仲戒基本上 都不离开所谓的杀到遗忘 那一般我们讲戒力 就前面讲的 戒断与损他 就是以不伤害别人为主 那么仲戒即使就是 对别人造成严重的伤害 比如说杀到遗忘都是这样的 对于别人 尤其是个人 尤其是家庭 那么身心都造成严重的伤害 那么这一种就叫做中间 比如说那么幼分 你伤害的对象 你伤害的对象 对多数人影响 那么这个就被人造 那么对越多的人影响 那么你的罪就越重 比如说杀生 那么杀蚊子跟杀猫 杀猫跟杀人 杀恶人跟杀善人 杀善人跟杀贤人 杀贤人跟杀圣人 杀出国跟杀阿罗汉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阿罗汉对众生的利益更大 贤人对众生的利益大 那么善人对众生的利益大 那恶人还是人 他还是有他利益的人 但是基本上一般来讲 比如说杀生 那么杀人就是重罪 杀人就是重罪 那么重中之重 就是以承认心杀害圣人 那么这个是重中之重 比如说偷盗 那么偷盗 偷盗会让人家 那么受到财产生命的损失 但是痛苦 那么这个 他有一个具体的原因 就是具体的结果就是 你因为偷盗 而造成这个人生命财产 很严重的损害 那佛教基本上是 就当时的法律来看 那么比如说多少影响之下 要判重罪 判清罪 以什么样比如说到目前 在当时就是很多 影响很大 所以这个就是重罪 那么现在来看就是 你会造成一个人的生命财产的重大影响的时候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重罪 或是社会 那重中之重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到三宝物 那么因为三宝残住 对众生的影响很大 那你把它这个偷去了 那么就影响众生得到利益 类似像这样 那么所以他说一般人没有犯仲戒以前 都是忽视亲戒的过失 就觉得亲戒没什么 而不知道这是大失败的原因 那但是我们一开始持戒 没有办法 一般都没有 比较没办法说很唯性的戒都持难 一般比较没办法 所以要戒戒戒戒 把那个范围越说越小 越说越小 那那个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得到 他说如坚堤不涉 会造成堤坊的溃绝一样 就是说一个堤坊 它是防海水 防水 防这个溃 就是防这个水淹到 淹到你这个农田或公民家的 但是如果这个堤坊有一个漏洞 比如说被老鼠挖了一个洞 被蚂蚁挖了一个洞 这个洞因为水不断地打 慢慢会变成大洞 大洞就會让这个堤坊溃掉 这一节溃掉 其他的地方就会溃到 因为没有支撑的点 所以就整个溃掉 所以一个小洞就會让堤坊溃掉 那所以这个就变成 你小地方不注意 那么你就会 后来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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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来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危险 他说举伏肉食为例 就不吃肉 那如素食成的习惯 内心对肉食心造的又热心 这是不容易犯 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本身就不喜欢吃肉 也不想吃肉 所以他并不会说 你克制自己不吃肉 那其实你想吃肉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禁止你 或是有人鼓励你就会吃肉 或是告诉你去吃肉 没关系的你就吃了 他会这样 那其实佛教并没有 佛教严格来说 就是佛陀时代的佛教 那佛陀面后的佛教就又不太一样 佛陀时代的佛教 并没有严格的禁止吃肉 因为他们是脱钵的 但是佛陀主张慈悲 即使吃肉也要严格遵守不杀神 而且不只是说 你我不是自己杀就没有死 你看到不见杀不闻杀 不为我杀 这叫三尽肉 其实他并没有 他佛陀时代没有禁止吃肉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肉都可以吃 人肉也不能吃 狗肉好像也不行 那么这个 而且吃的肉 就算是有可以吃的肉 你看见他被杀 那么你听到他被杀的惨叫声 或是你知道 人家是为了你杀的这支东西 你都不能吃 那季词 季词不是你杀的 所以这个虽然没有说禁止吃肉 但是他对于持肉这一部分 就是从不吃肉这一边来看 还是符合佛教的教育 那因为当时是脱钵的 而且即使是脱钵的 那么也是要持三尽肉 那印度本来就是一个素食最多人口的国家 就是印度 传统的印度宗教多素 多素是吃素 那么有的持得更不一样的就是人五心 那么其实不食五心也不是佛字 那也是佛面 然后佛地子也是受了跟吃素一样 那吃素食可能是比较脏 吃素食比较少是吃的 那吃不食五心 葱 蒜头 这一些 可能也是后来跟着吃 就在比较后期的大圣经典里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尾巴上的眼睛 后来甚至不只是五心不吃 连牛奶 皮血这种都不穿 那现在有更进一步的 比如说像蜂蜜 它也是动物的 有些人也不吃 就是吃素鱼 其实有很多种吃吧 那现在一般的方法就是乃素 淡乃素 冲算素 五心素 非常的多 那么其实在佛陀那个时代 它的一个核心就是慈悲 不伤害众生 那么如果没有牵涉到伤害众生 伤害自己的慈悲心 那就比较不是问题 那如果伤害到众生 或伤害到自己的慈悲心 那么就好像你没有伤害 但是你知道 或是你看到 那么这个动物蝉死 那么为了要给你吃 它不需要杀这些动物 那么这种肉你都不能吃 那么严格说起来 那么现在养的动物 都不是自己死的 都是人养来杀给你 杀给人吃的 那么这个其实广义的来讲 也比较算是 三进肉里面的为我杀 但是实际上不是针对你 但是也是为了要给吃肉的你吃的 所以吃素其实算是一种好习惯 但后来就延伸我们说 连蒜头 葱 那这个其实印度宗教里面 有一些持得比较更严格一点的 宗教它的一个介力 那佛教当然也受 佛教在印度当然也受 印度一些民族宗教的影响 那本来就会有 那只是取这个素食 我们就顺带讲到说 其实印度素食人口是非常多的 全世界最多的素食人口 竟然在印度 台湾吃素的人也非常多 但是印度的比例是最多的 幾乎在印度如果根据这个研究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至少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比例的素食人口 算是最多的人 那所以他这里说 本来就没有落实的习惯或决心 所以那么假设说 他本来没有落实的决心跟习惯 或者会因为想到吃肉 他觉得舒服 那么有那一种愉悦的感觉 那么就算你吃素吃很久 由于借力的磊落不堪 还是容易迫切 他这里所谓的迫切就是 还是容易去吃肉 会这样 那是因为你的内心 其实力量不强 所以就容易受到诱惑 但是如果你对这个本身 就没有那么喜好 而且你不会想吃 那么即使没有得吃 你也不会选择吃肉 这边像这样 何况有得吃的时候 你觉得肉比较好吃 你会去吃 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他只是用来比喻 比喻慈戒的心态 如慈戒而始又微小的违犯 那么不知道警觉 不知道忏悔而始 禁戒亲近 饥小成大 就随时有泛众的文学 就是你都一直没关系 没关系 那么久了久了就渐渐渐渐 养成有习惯 那么小罪就变成大罪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戒经有如护伏懒的比喻 那么这个戒经基本上 比较有这种比喻 而且讲得比较详细的是大波涅凡经 大波涅凡经里面提到 讲一个故事 比喻 他说有一个菩萨 护持境界要怎么样呢 他说好像这个菩萨要渡过这个大海 要渡这个大海 那以前没有船 那么过海基本上 他们有一种叫做皮囊 皮囊其实是用动物的皮 很多是用羊皮 羊啊 羊 那羊死了之后 那个皮拔起来 整件拔起来 然后再缝 缝的时候把它吹气 然后它就变成一个 一个像气球这样的 然后你就抱着那个 然后坐在上面 然后渡过这个大海 其实就是一个 类似像气球这样的东西 不过它因为它是皮 比较坚韧 所以叫做皮囊 那这里叫做浮囊 浮在水上的浮囊 那这种 那时候一个菩萨 那么做就是要过这个大海 然后靠的这个是这个浮囊 那这个时候 因为海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海有多广 要从这边到那边 从此岸到彼岸 那就依着这个浮囊 要过这个海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靠近他 跟他讲 说你这个 这个这个冷气就是罗刹 那罗刹基本上都比较会害 在经典里面会害人的都是罗刹 那会帮助人的 基本上都是药差比较多 就是会帮助人家修行的 基本上是药差比较多 那会障害人家修行 会伤害别人 伤害人就让人都不能修行的 基本上都是罗刹比较多 那这个 这个罗刹就过来跟他说 那我想跟你 那么 要一点点这个气 就是那个浮囊里面有气 那 他说我要给你 希望要这个浮囊要一半 一半 一半切开这个就沉下去了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也不行 然后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 乃至于一个针孔 一个针孔也不行 一个针孔插下去 只要一个针孔的皮栏 那么他 一个针孔插下去 那个气就流出来了 没有气 那个皮栏就怎么样 就沉到海里面去了 他就过不了这个核 他是这样子的 那用这个来比较 就是说 那么即使微小微细的戒 你也要尽量 尽量守持 那当然我们如果在 那个戒要持到很微细 老实说 老实说也不容易 那微细到最后就变成 一般就是他心的问题 就是连称任心也不能请 那么这种基本上一般人 比较没办法做到 所以通常是怎么样 通常是一些控制 控制你的情绪 让他不失控 有一个范围 比如说杀神 我们吃不杀神戒 那不杀神戒重点就是 以不杀神为原则 那么你虽然很想杀他 但是不能杀他 那么或是你打他 你不能杀他 像这样 但是你如果说 那打没关系 我一起打 打到最后打死 那也不行 那么杀神里面 当然我们说有分 要先以不杀人为原则 然后再不杀动物 然后再不杀昆虫 反正就是这样了 昆虫里面又有 异虫跟我们认为的害虫 其实害虫也是我们自己设的 对他们来讲 我们也是害虫 那么所以 但是就是你要慢慢慢慢 让你持戒的范围扩大 让你犯戒的范围缩小 要渐渐做到这样 那你要有心 那一开始就要持戒亲近 老实说 不容易做到 但是你如果有心的话 你就会渐渐渐渐渐 越来越亲近 越来越亲近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都变成 戒要经过修炼 修炼 那不断的告诉自己 要渐渐修炼 就像慈悲心也是一样 你以为那个慈心念一念 你就慈悲了 你没有那么厉害 你以为普文品念一念就慈悲了 大背双念一念就慈悲 没有 念这个是告诉你 你要常常这样想 要意识在心 他常常这样想 若众生 若有情 两只小的 四只小的 那像这样 那你常常这样想 想久了 那么那个心渐渐渐渐 具足慈悲 这个都要修的 单单你对一个人的称恨 后面会讲到人病 那么你要修到你对他不称恨 有些都要好几年 真的要好几年 那你要修到你不对他称恨 然后再修到他也不对你称恨 那我告诉你又要好几十年 单单你对他很恨他的 也许他伤害过你 也许他欺骗过你 或是伤害过你的家人 不管怎么样 你单单你怨恨他 那么你要修到你不怨恨他 也不是说佛告诉我们不能怨恨 我们就不怨恨了 不厉害 真的没那么厉害 佛告诉我们不能乱戒 我们就不乱戒 没那么厉害 如果这样 大概每一个人都不用三年就成佛了 没那么厉害 但是厉害不厉害 还是要靠有心跟无心 因为有心就有力 有力就會渐渐 渐渐前进 那没心就没力 没力很容易退斗 因为做不好 然后又要勉强做 就做不来 做了又做不好 那么久了久了就会疲惫 就会退 就算了 不要了 我不是这种量 就不要了 然后就没有了 又恢复到原来的状况 好人做不久 就决定好人难做 做坏人比较好 那就不容易 那么这种其实就是我们收购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常常存这个心 就是说为什么要发怨 慈见就慈见 为什么还要发怨 还要有那个仪轨 这个我弟子某某 如诸佛进行受不杀身 我进行受不杀身 我跟佛选 像佛都不杀身 我也要跟佛一样不杀身 还要在佛前发怨 还要很多法师跟你做见证 有的仪轨 有的仪轨 还有很多居士一起做见证 为什么 让你就像结婚一样 那一样 还要有律师 就是大家注重恭敬的 还有很多人做见证 那你自己有那种事业 那这种基本上都是一开始 但是你要常常告诉自己 那个心很重要 我决定要这样做 我应该要这样做 我一定要这样做 那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做 前面就讲过了 你就会怎样 你如果这样做 你可以怎样 就是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坏处 那你想不想得这个好处 想啊 你想不想受受人痛苦 不想啊 不想你就必须要这样做 这是很简单的因果道理 可是我们大多数的人 就是我们说忽略了 讲过就是说 大家都要灭罪 都要灭苦 都要灭业 你欺佛灭罪真言 这个地藏菩萨的灭定业真言 灭人就可以灭定业 灭人就可以灭罪 都没有想过要灭烦恼 但其实只有烦恼可以灭 业跟罪其实它 你只要有烦恼 你就会造业 造业就会受罪 成熟就会受 受果报 这个受罪受苦 所以真正能灭的只有烦恼 真正能灭的只有烦恼 你必须从烦恼下手 所以你必须控制它 因为你不控制你的情绪 不调伏你的烦恼 那么你只是一直 诵经念佛 然后希望能够灭罪念苦 无有是处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佛法其实讲得很清楚吧 那现在慈戒就是让你 我们说过 慈戒就是让你避免 让你多路三二道的 那么因为你慈戒 你才有一个根本 那么这个浮浪 这个浮浪是让你度过这个海的 基本配备 如果没有 那么你就算你会游泳 你游不过这个大海 没有力量 那浮浪会让你安稳的 安稳的过这个大海 你只要辨别方向就好 然后有一些 即使暴风以来 它也不会让你沉到海里面去 你只要抓住这个浮浪就好 所以你只要有基本的这个界 那么你肯定不会剁三二道 你不会剁三二道 那我们说归佛 归法 归生 归佛不剁地义 归法不剁地义 归生不剁地书 这个是方便说 归一三宝可以不剁三二道 那事实来讲 课实来讲 归一三宝 什么叫归一三宝 就是你跟着佛学 跟着佛学 那怎么学佛说的法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那么或是佛弟子 像佛弟子这样 像佛弟子这样跟着佛学 那么你就不会多删得到 那怎么学佛 佛第一个就叫你持戒 这个是第一步 那你如果真的 你人等归一 归一不是说 我在几年 几月 几日 我有在法谷三归一 在佛光三归一 我的归一师 是清明大师 是圣言法师 是正言善人 我已经归一了 我不做杀得到 公司你不是这样子 不可能这样 归一 归一是从你开始 归一开始 一直到你死 这中间都要归一了 而不是只有在几年 几月 几日 你什么时候归一了 拿归一症来看 几年 几月 几日 在哪里归一的 那个是一个开始 但是从那个时候 你就要跟着佛学 一直在归一之中 死死都是归一 归向 依着佛头学 依法修学 向佛学学 所以就是归向 向佛学习 依法修行 那么这个 你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没有不归一过 并不是 我那个时候归一过了 我有归一症 我不剁三二道 没有这种事 你不剁三二道 要不造三二道的业 你就算是佛陀生的儿子 你造了三二道的业 你也要剁三二道 你就算是佛陀的爸爸妈妈 你把佛陀生下来 抚养佛陀 但是你造了三二道的业 一样要剁三二道 这个是因果的法则 因果律是这样子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也要去天上 跟他妈妈说 要怎么怎么修 也要去加比罗狗王宫里面 跟他爸爸说 要怎么怎么做 你一样要啊 他一样要向佛学习啊 我的儿子也一样要这样修啊 如果没有这样修 没有努力修 他一样不能得解脱啊 一样不能得解脱 所以归一它不是一种形式 也不是一个开始 不是它是一整段的 所以都要讲进行受 像慈戒也是这样 慈戒也是进行受 那么我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死 但是菩萨见菩萨道 他是从现在一直到成佛 他就近未来去更远了 那这种就是他一直在学习之中 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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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样 好 那么这里 他说 像佛狼一样 佛狼是有有所依的 而不自沉默 那这个戒也是我们要解脱 要不落三二道 必须要的标准配备 像跟越京讲的 沙先不除 乘不可出 道先不除 乘不可出 那么淫心不除 乘不可出 妄心不除 乘不可出 你不要说出三戒 你单单要出欲戒都出不了 不要说出欲戒 你单单要出三二道都出不了 一般是这样嘛 从三二道 我们说修行它是 修行它是在 就上次我们有说过 欲戒 欲戒 这个是一层 欲戒上去是色戒 色戒上去是无色戒 那我们的轮违都在三戒里面 不会超出三戒 不可能超出三戒 超出三戒就不叫说轮违 也叫解脱 那欲戒底下有六道 天 人 阿修罗 阿修罗 那么鬼 畜生 那么依女 好 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三二道 那么磁戒基本上是不剁三二道 这个是三二道 那这个阿修罗跟罗刹夜叉差不多 都在这种似天非天 似人非人这边 那罗刹比较靠近鬼 罗刹比较靠近鬼 夜叉比较靠近天 但是基本上都在天跟神鬼神之间 那你持五戒 就基本上的沙盗尼望 就不剁三二道 那五戒持得不怎么好 那么可能阿修罗刀跟夜叉这边 他还是有福报 他还是布施 还是修学佛法 还是持戒 他吃得不怎么好 就会比较做那种大离鬼神那一种 他也会扶持佛法 那也会修学 但是他看不惯的事情很多 所以当你不休息的时候 他可能会修理你 会这样 天人不会 天人你不休息的时候 他只是远离你而已 比如说你有持五戒 你有持五戒 他扶持你 那你不休息他可能会修理你 这个是夜叉 那么如果天人 他本来护持你 那看你不休息他就远离你而已 他也不会去你 那么他这个是 那你如果持 你如果基本上沙盗尼望 多数都堕入三二道 沙盗尼望 那我们说那个是重戒 沙盗尼望 他很重 那么基本上会堕三二道 所以他告诉你五戒 五戒 然后再进一步 食善 那么食善 食善有一个可以让你做人的时候 那么你比较有吃养 那么又健康 又幸福 职财又多 又富贵 又有权利 那么类似像这样 那好一点的可以升天 食善要做到非常大才可以升天 那一般的人 那就是在做人的时候 不会短命多病 不会贫穷卑贱 不会家庭堕乱 那不会这个 这个朋友啦 事业啦 都做不成 不会这样 那么基本上这个是基础 就是不堕三二道好基础 这个是做人好一点要有滋养 那升天 那么你再进一步修禅定 才可以往上 这个只是五戒时尚的 再进一步修定 才能够到色戒 然后超出色戒到无色戒 这个是四禅 这个是空无边 四无 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有 非常都会想 超出色戒到无色戒 那无色戒再上去 就超出三戒了 这个要会 这个要会才可以 所以界定会 但是会一开始 一开始就在五戒这边 你要有智慧的持五戒 行持善 修禅定 那么才能够超出三戒 如果你一般 这个是购外道呢 外道也持五戒 也行持善 也修禅定 那你有正见 正思为 有智慧的修五戒 持持善 修禅定 那么你可以超三戒 那这个是 超出三戒是生文的 但是菩萨也一样 你有菩提心的 你有菩提心 然后有无所得空慧 有智慧的 无所得心 然后有大悲心 基本上就三心嘛 大悲心 那无所得心 就是性空慧 智慧 不执着的智慧 简单讲 那么持五戒 行持善 就在布施持戒 冷露 然后修六度 然后修禅定 禅定 那中间就是 五戒十善 中间就是布施 前面是 慈善里面有布施 布施持戒 然后一个冷露 加一个冷露 然后禅定 然后完成最高的智慧 那你这个三心行六度 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超出三戒 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持五戒 基本上没有五戒 你都会在三戒道里面 三戒道里面 三戒道里面 三途八难 不要说三戒道 就是人道 天道 他也有部分也在三途八难里面 你到色戒 无色戒 他也是三途八难里面 八难里面有一个就是 禅寿天 这个可以都是说禅寿天 那很常说寿命在这里 但是没有佛法 没有修洗佛法 就是他没有进修的 长时间不进修了 那么人里面有四字变充 他都是三戒八难里面 四字变充 然后 然后盲拢阴雅 然后看不见听不见 盲拢阴雅这一些 那么所以即使天人里面 都有些也是障碍的 障道里 就是三途八难里面 那三途更不用讲 三途一定是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得佛法的利益 那我们常常会看见说 一只狗念佛 一只老鼠念佛 一只鹦鹉念佛 一只鹦鹉念佛 有时候会有这种独立性的 但是假设 假设是一只鹦鹉念佛 他真的能往生吗 那么如果要鹦鹉量寿心来讲 没有菩提心是不能往生的 没有积极善根福德是不能往生的 不是以念佛就往生 这件事要先弄清楚 如果以无量寿心来讲 阿密陀经也有讲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以为 那么并不是念佛就能往生 不是 往生的四个条件 无量寿心说得很清楚 那么发菩提心修诸功德 那么一只鹦鹉一直在那边念佛 他有发菩提心吗 他有修诸功德吗 没有 他可以算是一向专念可以 但是他这个念 是他鹦鹉学义的念 还是他内心的念 他又不一样 你只是照着声音念 就一直这样念 还是你内心真的有发愿 要往生的这样念 那又不一样 那回向发愿 他有回向发愿吗 我们讲 稍微讲这件事 那这件事因为 你说能不能往生 就好像你会不会剁三二道 你会不会剁三二道 要看你有没有三二道的业 并不是说你有没有皈依 刚才我们讲嘛 皈依佛不多第一皈依法 皈依三宝你就不剁三二道 不是的 那如果要这样讲 那你必须要知道说 那么什么叫做皈依三宝 皈依相 那么我一直向自从 自从我几年几月几日 我皈依三宝之后 我一直向着佛学习 向着佛学习 依着法修行 依着佛说的法修行 那么这个才叫做正皈依 那么那比如说 比如说 会不会剁三二道 要看你有没有三二道的业 会不会往生 也要看你有没有往生的资量 比如说往生 往生的资量 那一般我们依偶依大师的 跟依这个 跟依这个弥陀 就偶依大师的弥陀要讲 依阿弥陀经的 偶依大师的解释 就是基本上就是信愿行 往生的三资量 叫信愿行 那这是一种说法 往生的资量 往生的条件 其实资量就是条件 你要具备什么 你可以往生 叫做往生资量 那么 依阿弥陀经来讲 依偶依大师的分泛 叫做信愿行 有信有愿 然后行 行里面 那么一般 一般是以念佛 慈敏念佛 但他不只是慈敏念佛 我们再来看 那依无量寿经来讲 依无量寿经来讲 他其实是 他有四个条件 发谷提心 修诸功德 然后一向专念 回向发愿 好 那你说一只鹦鹉 一只鹦鹉 你将他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也跟你讲 你跟他说哈喽哈喽 他一直哈喽哈喽 好 你跟他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也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好 那这只鹦鹉 当然也有很多念佛感应录里面 记载这个 说鹦鹉往生啊 怎样怎样 但是如果我们从经文来看 那么这只念佛的鹦鹉能不能往生 我们不说鹦鹉能往生跟不能往生 我们要看往生要具备什么条件 那他能不能具备这些条件 能就能具备 不能就不能 并不是他有没有念佛的问题 而是他有没有具夺往生的条件 往生的吃两的问题 不管是一个人 一条虫 一只老鼠 一个天人 那么大家这个就是 他必须要具备这些条件嘛 那不是你是哪一类的问题 只是说你是三二道 你比较不能具夺这种条件 只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来看 单单念佛能不能往生 老实说不能 单单靠念佛 那么他一定要具夺 那比如说他也要讲心愿行嘛 那么有些就是说那你念佛就是行 代表那你念佛就代表心愿行 其实不能这么说 那么如果依无量寿经来讲 发不提心修诸功德 一项专念回向发愿 而且修诸功德里面分上辈 上辈 中辈 下辈 上辈 中辈 下辈 无量寿经只分三辈嘛 光无量寿经才分修品嘛 那么上辈的是大修功德 大修 就修很多啦 那么中辈的就修诸功德 下辈的就是多少修善 够减修也不能都没修 就是他多少要修善 那鹦鹉修了什么功德 他能够到上辈中辈下辈吗 我不行 他修什么功德 一只鹦鹉有修什么功德 你跟我讲 那他劝人念佛嘛 好 那还要一项专念 他顶多就是一项专念 还不一定是一项 还没有一项 他就是偶偶在那边念 然后他有回向发愿吗 好 那如果以无量寿经来讲 不只是这四个 那么你发补提心 这个很重要 就是要有成佛的心 一只鹦鹉他会发补提心说 我以后要成佛 会这样讲 不会 如果没有他就没办法去 这个无量寿经叫做不了佛制 不失一致 你看 我们来看 以无量寿经 根本是无量寿经 不了佛制 不知道什么是佛 不知道佛的书生在哪里 他怎么会讲成佛呢 那么对于佛 对于佛不明了 佛为什么成佛 佛为什么是佛 佛为什么被诸称为佛 那我们念佛 到底在念佛的什么 这些他不明白 不知道佛的书生在哪里 如果是这样的人 不了佛制 其实就是他的菩提心 没有正确的话 那么他即使修诸功德 即使一向专念 即使回向花园 他会伸到哪里去 伸到边地遗尘 这个是无量寿经说的 但是很多人 很多人都 无量寿经讲那么多他都不看 他只看一段 叫做四十八愿得十八愿 若人至心 欲生我国 乃至死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确 全部都不要 只要这一段 这个人很漂亮 他都不要 因为他眼睛漂亮 你只要他的眼睛 是这样 哪有可能 那这样就不成人了 对不对 他眼睛更漂亮的时候 你只挖他的眼睛 眼睛挖出来 对不对 那个人也不叫做人了 那么你四十八愿 你无量寿经 这整部经在讲的道理 你什么都不要 你只要取十八愿 聚足十愿就往生 无量寿经有这么说吗 没有 没有这么说 那所以一样 那么这个 你会不会剁三二道 并不是你归一 你归一 你就不会剁三二道 不是这样子的人 那这个佛法里面 他最重要的就是 你这个滋养 你这个条件 你如果有三二道的业 你如果有三二道的业 你就会剁三二道 那怎么叫三二道的业 他基本上是比较重的二业 所以通常不离开沙道临望 不离开沙道临望 所以佛陀 佛陀告诉你五戒十善 可以保住人生 保住人生 你可以做人 那么你因为佛陀 赐戒你持五戒 你持的是佛戒 所以你念念你要持五戒 你是向佛学习 所以你得人生还可以怎么样 可以常闻佛法 闻出佛法 你还可以得闻佛法 那么这两个是最关键的 人生难得 你因为持五戒可以得 那么你是因为佛法 你不是因为外道 不是因为基督教 不是因为佛教 你是因为佛教 向佛学习 你是因为向佛学习而持五戒的 所以因为这个心 你跟佛有缘 那么你就能够闻出佛法 其实下辈子再来 你会得人生 你会得闻佛法 人生难得 因为你持五戒 你保证可得 佛法难闻 因为你持佛制的五戒 依法修行 向佛学习 依法修行 这个是基本 你可以生在有佛国土 你不会有那种三途八辣 生在边地 生在邪见家 生在没有佛的国土 没有佛时代 不会 那么这个是 五戒是个基本 那么依着佛陀 依着佛法 而受五戒 那么如果是菩萨道 那就更是 如果你要救人 你连自己渡海的能力都没有 你还要救人 你要救谁 这个就更麻烦 所以菩萨道里面的持戒 它会持得更多一点 所以菩萨界跟僧文界 而且还有一点不一样 菩萨界基本上是 僧文界基本上是 以不害人为之权 那么菩萨界不是 不断不能害人 还必须要帮助人 你不害他 你不害他 只是不多三二道而已 但是你还必须积极的 那个只是消极的 你还必须积极的帮助人 比如说你持五戒 单单持五戒还不够 那么你还必须 必须你自己有力量 菩萨你有利益众生 你自己没有利益众生 你自己可以过这个海 但是有人要跟你一起过呢 如果有人要跟你一起过 你这个浮囊不够大 你这个船不够硬 在你自己可以过 再带更多人就沉下去了 那不行 所以你的资料要更多 好 那这个是菩萨 因为这里讲到 是大圣里面的戒 那大圣里面的戒 基本上是以十善为主 十善是古菩萨戒 十善就是你不但不能做恶 所以你还要帮助众生 远离一切恶 要这样 所以他这里说到 这个 他说 菩萨是由水所依而不是沉默的 如现代的橡皮圈 类似像这样 这应该特别的珍惜爱护他 如小小泄气不知道补救 一定会趁水而有灭顶的危险 那么菩萨在未得忍力以前 就还没得到无身法忍之前 在生死大海中 常愿生在人间见佛无法 这个菩萨是生生世世在人间 那么利益众生的 那这个见佛无法 那么我们说过 你能够死死见佛 第一个得人生 身在人间成为人 身在人间成为一条虫 身在一只鸟 那也没有用 三图巴那 身在人间就是做人 人生难得 你可以得 那么而且不只是做人而已 做人不能见闻佛法 那很快就做不了人了 真的 因为很容易就吃人生 所以还要见佛无法 那见佛无法 一定要依法修行 你见佛无法不依法修行 一样不能得人生 一样不行 一样不行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 还要怎么样 还要利益众生 见佛无法有些是像解脱的 有些是像成佛的不一样 那么解脱重在自信 那么成佛 重在赤利利他 不一样 所以菩萨道 是为了要利益众生的 你再来人间做什么 就是要利益众生 就是要利益众生 境界就是确保人生 而不至于失败堕落的佛难 所以这个基本 在佛陀时代 没有佛陀子不持五戒的 没有 每一个佛陀子 自己归佛法之后 一定是持五戒 那进一步再持八观再见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菩萨的受持禁戒 轻重等户 不管是轻跟重 他同等的户持这个戒 户这个戒 那自己有时候烦恼来的做不到 那就忏悔就好了 轻戒 重戒一定 你有一个范围 你一定要控制 绝对不能够超出这个范围 但是偶尔有时候 有思念 妄念 不正知 有犯戒的时候 那个轻的忏悔就好了 但是你一定要互念 互持 你不能当作没关系 但是就是说 有时候也不能做到完全清静 但是你就是自己忏悔 我们叫做择心忏 自己觉得不应该 那么应该努力以后 让自己不太这样 那么所以这个叫做受持禁戒 轻重等户 比僧文人的持戒 还要谨言得多 那我们说菩萨戒跟僧文戒 它的最大差别 除了这个之外 它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心 那个心 还有一个就是 它是戒里面有所谓的指词跟作词 指词跟作词 指就是停止 就是你不这样做 它是持戒 那作词就是 你必须要这样做才叫做持戒 那圣文里面 指词就是 你不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那作词是 比如说你要解谋 解谋要经过三遍 那么要开会解谋 那你要忏悔 你如果不做你就犯戒 类似像这样 那菩萨戒的不是 菩萨戒当然也有指词的部分 指词的部分跟僧文一样 就不可以杀人啊 兜道啊 邪淡啊 邪淫啊 妄语啊 不可以称证心啊 那作词的部分 它就偏重在于积极的利他 这个是偏重在消极的不害他 不害众生啊 消极的不害不害不害他 不害众生 积极的利益众生利益他 那么还有就是对于对 另外还有所谓的积极的智力 就是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你行菩萨戒要有智慧 现在有人要提升你的智慧 你有时间 那么你有能力 你却不去学习犯戒 你看他就是这样 那你有能力帮助别人 你没有去偷没有去抢 但是你有能力帮助别人 你不帮助别人犯戒 违反普提心嘛 其实真正的菩萨戒 就是违反普提心就犯戒 那普提心就是 刺慧跟慈悲的圆满而已啊 那么能够圆满你的智慧 你不去圆满犯戒 能够扩展你的慈悲心 你不扩展你犯戒 然后就是那生文界的重点就是 你不去伤害别人 不去伤害你的慈悲就好了 现在可以扩大你的慈悲 可以扩大你的智慧 你还不做 犯戒 所以像他会是那种 就是说 40里之内有人抢金 你有时间 你也需要你不去听 犯戒 类似像这样 那这种其实是在告诉你 它就是比较是积极性的 那这个 你不去抢那个钱 你不犯戒 持戒 可是现在 有人很需要生病 你有能力帮助他 你却不帮助他 犯戒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叫做积极性的 那有人来跟你忏悔 你不接受他的忏悔 犯戒 那你有罪 你不去跟人家忏悔 那你当然犯罪 就是你伤害了别人 你要跟人家道歉 你不道歉 当然你这个就是过失 现在人家伤害你 要来跟你道歉 你不接受 我不会原谅你 犯戒 就变成这样 所以他有积极性的 然后他重那种心念 你要合乎慈悲 要向慈悲 向智慧 向佛道 那么你应该 你应该来人间利益众生 你却贤累 贤累 那么不想来人间利益众生 那也犯戒 违反菩提心 违反利他原者 那么当然菩萨戒很不容易 所以他才要三大阿真其解 所以他说菩萨受慈禁见 那么比僧文的慈戒还要谨言得多 这里是从轻重等慈来看 那我们从积极的利他 消极的不害他 指慈跟作慈来看 也可以看出菩萨戒的差别 还有菩萨戒种在那个心面 那么跟生文界 种在那个生不照做就好 生文是比如说我不杀生 我没有实际上的 实际上的杀生的行为 我不妄语 我没有实际上想妄语 但是菩萨戒 即使是心里面有杀意 那个都犯戒 如果你虽然我想杀他 我没有杀他 虽然我想骂他 但是我没有骂出来 你就是 你就是慈戒了 在生文界里面 你就是慈戒 我没有骂出来 我忍住不骂出来 那个就是慈戒 但是在菩萨 你虽然没有骂出来 但是你骂在心里面 也犯戒 只是犯比较维系的戒 那还是犯戒 所以一个是重 一个是重心念根本 那么一个是行为的控制 一个是心念的控制 菩萨戒重在心念的控制 那么生文界比较重在 行为上 你行为上控制好就好了 不是你造成既定的伤害 那生文界比较重在 不害他就可以了 菩萨戒比较重在 还能够必须要立他 能够帮助到他 那么就是这些 这是差别 圣母界跟菩萨戒有差别 好 我们先下课休息十一种